警方接到报案 沙漠金献明重伤男子 据说男子被发现时已经没了脉搏 他肩膀中了一枪 手外有捆绑过的痕迹 脖子里还有电击伤 看上去是谋杀未遂 为了抢救机时 警方甚至调来了救援直升机 罗斯安排小葛随直升机一起去医院 可小葛不想去 于是作为新人的摩根妹子 自告奋勇替小葛上了飞机 据说美丽剑的救护车特别贵 这救援飞机的价格应该能把人吓死吧 妹子在飞机上看到不远处有一块血泊 他慌忙打电话通知了小葛 飞机上除了飞行员和摩根 还有一名救护员 他用除差一位伤者做了急救 电了两下之后 男子终于恢复了心跳 他意识广乎 嘴里智男男者Samasha这个名字 小葛随着摩根的指示 找到了这处血泊 地上散落的两枚弹壳 说明这里才是第一案发现场 一枪打中男子肩膀 一枪擦伤他的额头 显然凶者是想置他于死地 还好第二枪打偏了 男子中枪之后 贱男的想要爬到马路上求救 最后晕倒在了第二处现场 话分两头说 与此同时 城市的另一边 尼克接到一起双师命案 不受认得他们 这两人是黑帮分子阿金和托尼 他们设计的声音有违禁品 敲诈 勒索 反正除了阵士啥都干 两名死者双手被反绑 似乎是四人一员 现场有很多金属碎屑 看样子 凶手是用电焊机切开了防盗门 然后进入室内作案 尼克在门外找到了凶手留下的器械 来自罗斯顿焊接场 初步确定两名男子的死亡 实际在午夜时分 他们的脖子里 都有电击器造成的伤痕 凶手先是用电击器制服了死者 然后用电线把他们俩活活绞死 话说想杀死两名男子 有更干净利落的方式 显然这作案手法 更像是言行逼拱 实验室传来消息 凶手遗落的工具 属于一名叫做阿伟的电焊工 阿伟是杀人前科犯 半年前刚刚出狱 而他正是开头 倒在沙漠里的伤者 这意味着两起案子并为一起 双十案的嫌疑人 这是罗素这边调查的受害人 我的妈呀 那摩根妹子现在岂不是很危险 与此同时 阿伟正在渐渐苏醒 摩根妹子接到了同事打来的电话 阿伟听到了摩根的对话 他可不想被抓 这会儿假装抽搐 趁着抢救的功夫 偷走了摩根妹子的手枪 就这样 阿伟劫持了整架飞机 他逼着所有人交出配枪和手机 直接向摩根的手机从天上扔了下去 随后放话 让飞行员调转方向 朝着墨西哥开去 墨西哥是最泛满的天堂 到了那边 美国警方就不再有执法权 与此同时 地面上的罗素和小葛 也渐渐发觉了不对劲 只剩下已经飞行了一个多小时 安丽说早该到医院了呀 摩根的电话打不通 小葛的心中 涌现出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验尸房内 老法医确定两名死者脖子里的电机伤 与阿伟一致 这意味着 阿伟先是杀死了两名黑帮成员 随后被黑帮分子寻仇 将他电晕后 带到了荒郊野外 杀人抛尸 不想他运气好 躲过了死神 此时此刻 摩根妹子的处境非常危险 他注意到阿伟的身上 闻着萨曼莎的名字 由于抢救时被注射了药物 此时带阿伟一惊一炸 时而神志恍惚 时而极度亢奋 他总觉得黑壮的救护员 随时随地想要放倒自己 于是先下手为枪 用枪逼着摩根为救护员 注射了一支镇定剂 要不然就把他俩都给崩了 现在救护员失去了反抗能力 飞行员也无法分散注意力 摩根妹子只能自求多福 答案解释 阿伟曾在部队服过艺 战斗力非常强 并且还是直升机飞行员 所以对飞机上的操作了如指掌 不管是飞行员还是摩根 都休想在阿伟的眼皮子底下报警 阿伟在十年前因为一场酒吧斗殴 误杀了对手被判了十年刑期 只留下年幼的女儿萨曼莎 居无定所 萨曼莎现在长大了 还在四年前写信给狱中的父亲 说自己找到了可靠的男人 而女儿的男友 就是被阿伟杀害的其中之一 话说没有哪个老父亲 能够接受女儿跟黑帮分子在一起吧 原来阿伟是为了女儿杀死了两个混混 进而惹怒了黑帮 差点被人给杀了 此时此刻 地面上的同事们 还对摩根被劫持毫不知情 电话打不通 雷达没有信号 这架直升机就这么失联了 上次艾克里也很着急啊 摩根可是她的亲生女儿 通过分析飞机最后出现的路线 以及追踪手机信号 他们找到了被摔成渣的手机 罗素不愿承认飞机试试 他们更愿意相信 摩根只是被劫持了 CG有了新发现 自从阿伟入狱之后 女儿就整日跟黑帮分子在一起 还被吓要拍下了少而不移的录像 显然阿伟看到录像之后恼羞成怒 才会杀了两名黑帮分子 逼问女儿萨曼莎的下落 她只是想救女儿罢了 她是且将直升机的信息 上传到了互联网 希望能够找到目击者 他们收到消息 15分钟前 直升机出现在了 斯德岭山脉的100英里处 正往墨西哥边境飞去 可棘手的是 直升机的人有限 显然他们飞不了这么远 尼克收到消息 他们在医院找到一名 叫做蒂芙尼的女伤者 蒂芙尼说 因为自己的身材相貌与萨曼莎相似 所以昨天晚上 那群黑帮绑架了自己 利用自己吸引阿伟上钩 由于一直被黑帮人员监视 蒂芙尼不肯继续说下去了 萨曼莎的下落到此中断 那么黑帮为什么要绑架一名女子 来冒充萨曼莎 难道真正的萨曼莎已经死了 这种痛苦对一个父亲来说 是致命的 同为父亲 艾克里能够感动身手 画面转到直升机 阿伟的眼神落寞 她说女儿萨曼莎死了 那十年这是萨曼莎成长的关键期 以至于萨曼莎天天跟一群混混在一起 她出狱后也曾很努力想救赎女儿 可那群混蛋却当着她的面杀了萨曼莎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萨曼莎有没有死我不知道 不过那晚黑帮开枪打的是蒂芙尼 不是萨曼莎 摩根也说起了她跟院种父亲的过去 当年艾克里把家里搞得一团糟 母亲跟父亲离婚之后 就带着摩根搬到加州去了 所以即便现在成了艾克里的下属 摩根始终无法面对父亲 摩根的诉说打动了阿维 就在她试着放下枪时 一旁的救护员突然坐地而起 她想抢走手枪 却不想重重吃了一颗子弹 这下好了 本来放下戒备的阿维再一次被激怒了 与此同时 艾克里正为了女儿忧心忡忡 好消息是 阿维的女儿萨曼莎 突然在这时候出现了 谢天谢地 姑娘没有死 萨曼莎说 她早在一年前就脱离了黑帮 获上了正常的生活 对于童年一直缺失的父爱 她觉得很陌生 甚至不想再和阿维车上半点关系 在艾克里的请求下 萨曼莎终于答应 试着与父亲通话 毕竟飞机上还有三个无辜的人 他们都有各自的家庭 警方试着向无线电发送 萨曼莎还活着的消息 由于迟迟得不到回复 艾克里挤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对于摩根 艾克里何尝不是一个想要救赎的父亲 如果摩根出事了 她这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 飞机已经飞行了两个小时 油箱已经见底 飞行员请求先降落加个油 中枪的救护员也继续医疗救治 可冷血的阿维就是不同意 她已经被警方盯上了 降落就意味着可能被逮捕归案 就在此时 她收到了无线电传来的消息 沉寂许久的无线电 终于收到了阿维的回复 父亲为了救自己 身陷淋漁 萨曼莎被感动到热泪一旷 可没想到姑娘突然话锋一转 她没有劝父亲回头试案 而是让她调转方向 其另外一个只有他们父女俩 才知道的徐愿景 这对父女本质就是自私的 阿维丝毫不关心没有油 所有人都将陪着她一起死 小组只能加班加点 研究萨曼莎所说的徐愿景 到底是什么地方 小哥内疚到几乎癫狂 因为摩根妹子是代替自己上的直升机 要是摩根妹子出事了 怕是她要内疚一辈子 原来萨曼莎撒谎了 她从来没有离开黑帮 甚至还混成了帮派的主要领导 这个姑娘不是想救父亲 她就是单纯想要阿维死罢了 小哥气疯了 你看你这小姑娘长得白白净净 怎么能这么恶毒呢 萨曼莎软冷地说道 父亲杀死了他们帮派的两名成员 她就是要大一灭青 杀了父亲 替自己的同胞报仇 就算父亲对不起你 其他人可是无辜的 这算是什么阴间逻辑 华尔士阿伟虽然对女儿照顾的很少 不过父女俩曾经也留下很多美好回忆 四姐在父女俩的合照中 发现了女儿口中的许愿井 这口井就在一家倒闭的主题公园 与此同时 飞机已经响起了警报 好在他们已经赶到了目的地 父亲满心欢喜 以为女儿真的会来坚硬自己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黑帮的子弹 黑帮对着飞机就是一阵凸凸凸 故障再加上燃油耗尽 让飞机冒起了黑烟 最终坠毁在了公园附近 好家因为油被烧光了 飞机没有直接绽放在空中 飞机员和救护员当场死亡 摩根妹子的心情受了轻伤 她的整个脑袋都是蒙的 阿伟体格强壮 即便身受重伤 依然屹立不倒 眼看着黑帮对他们穷追不舍 妹子顾不了太多 只能先拉着阿伟夺进了破房子里 这些杀人不知爱人的混混 正在以飞机为中心 进行搜索工作 布什阿斯阿伟事不罢休 眼看着两个人命悬一线 危急时刻 布什终于带着警方赶到 亡民之徒们势不投降 他们和警方展开了枪战 一波火拼下来 双方死伤惨重 摩根想带着阿伟一起突围出去 可阿伟深知 自己已经走不了了 他把枪交给了摩根妹子 叮嘱妹子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布什闯进室内 击败了最后一名父子顽康的暴徒 危机解除 摩根终于安全了 可阿伟却在绝望中失去了生命 他已经一无所有 保护摩根是他最后的救赎 面对满地尸体 摩根表现得很坚强 艾克莉紧紧拥抱 劫后余生的女儿 同样有矛盾的两对妇女 却是不同的两个结局 这次经历对摩根的摧残太大了 许久 这个坚强的妹子才反应过来 哭得好伤心啊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一句话概括剧情 就是一对自私的神经兵妇女 害死飞行员和救护员的故事 神经兵父亲的扮演者 是1970年出生的演员 约翰尼梅辛娜 大叔不是演雇佣兵 就是演一打十的硬汉 还记得狂妄之遭耳中 为了救女队员 徒手撕了两米多长鳄鱼的比尔玛 就是他演的 最后透露一个从网上看来的小八卦 影片最后取景的西部主题公园 是位于加州派拉摩牧场的西部小镇 这里同样是美剧西部世界的取景地 不过2018年一场山火 将整个小镇的布景全部烧毁 以至于西部世界 不得不换了个牧场重新取景 据说这场大火 还殃及了很多迷人的住宅 像是卡戴山 雷迪嘎嘎的豪宅 不过这些财产对明信而言 只是九牛一毛 倒是保险公司酷晕在了厕所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